大家好,今天我要带你们看一下价值3000价值5000的七彩神仙鱼是怎么样得来的 这就是南美地区人家从河里面直接捞出来的野生七彩神仙鱼 其实这种鱼在人家当地,可能这句话又是老生常态了 最早的时候就是用来吃的 但是现在世界各地都用来观赏了 所以他们做的这种无本的买卖直接捞过来以后 运往世界各地 所以说现在他们野生的七彩神仙鱼不舍得吃 其实我们现在在市场上见到的好多颜色特别鲜艳的那种七彩神仙鱼 大部分都是人工培育出来的 不过也有人说野生的特别好养 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呢 还是说因为这些玩野生七彩神仙鱼的玩家 钱花的多了 为了找心理安慰 想要跟人工七彩做一个区分 才会说野生七彩鱼比较好养呢 如果让你来选择 你会选择价格更高的野彩 还是说色彩更鲜艳 价格更便宜的 人工繁殖的七彩神仙鱼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